哈喽大家好 首先的话先给大家讲一下 之前使用过两家虚拟卡平台的总结 其实虚拟卡平台 我觉得这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家的话我用过 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发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网站打不开了 说是被人攻击了 我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他也没采纳我 后期的话他改了网址 改了网址的话 你还得私信他 他才能告诉你 我说你也不发个邮件告诉我一下 第二家的话卡头老师换 卡头老师换 我板定了之前的一些支付的话订阅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是很麻烦 虽然说他可以免费给我换 但是我觉得很麻烦 第二家的话 提长时间传出来跑路新闻了 据说充值不到账 但是他们充值 其实是这样的 也是支持人民币的 那么支持人民币的话 他要两个IP匹配出来 就是支付的时候IP 比如说支付宝打开 你支付IP 它是能获取的吗 跟你浏览他网页的IP 能不能双向匹配 应该算是双重匹配 他才能认定你这个人是真实的客户 因为他们平台跟我讲 有很多人利用他们的平台干一些坏事 所以说他们采用这种风控 今天介绍这家平台的话 其实这家平台的话比较业务 比较说实话没有那么多 他不像别的平台 给你卡头 赶紧选择 这家平台的话其实也是粉丝跟我提起的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实用场景 就是他在美国注册公司 然后他美国公司是拿来做亚马逊用途的 亚马逊开店的 开店的话是不是要支付月费 支付月费的话 现在银行账户卡还没拉到手 所以说他也跟我说他想用wild card wild card的话其实可以翻成野生卡片 而且无所谓 但是他约的卡的话专门应该是做 我看一下是专门是做这种软件服务类 其实现在反而是做拿虚拟卡 去做网站的人是变少了 以前的话我一直盯着虚拟卡的用途 很多人是拿去做网站的 那么为什么介绍这家呢 首先的话这家的话应该是我第三家做视频的 第一家的话它是不允许人民币充值 第二家的话人民币充值 但是跨滚了很严 第三家也就这家 第一个支持人民币充值 第二个他的人民币充值也不需要考虑这个IP的问题 比如说我这边打个IP 然后那边打个IP 两个IP是不没关系的 你随便用不麻烦 好讲讲大家都在用虚拟卡做什么弄图 其实以前的话 我认为很多人拿虚拟卡做这种网站用途 比如说做一些电商出车站号 对的 现在的话 其实我跟他们行业的人聊过 大部分人都在拿去做订阅这个 XLGBT服务啊还有这个AI这些服务啊 那App Store这个也可以啊 在GoGoPlay也可以 那GoGoPlay的话有些时候它买软件嘛 有些软件的话 它分区的啊 所以说呢它就是订阅一些服务 那国内说实话 那个普发银行也是有虚拟卡的啊 虚拟卡的用途呢 其实有个好处就是说呢 充多少用多少啊 所以说虚拟卡的东西的 不像说你那个拿自己实体信用卡 你去付款 万一你这个里面几万额度 都被人家倒刷分子刷走的话 你是不是要跟银行增值 在增值阶段 我都不说这个能不能把钱追回来 至少来说啊 你如果说你这个虚拟卡 充足充足充足多少 我的话啊 充个10美元立马用完了 充个20美元立马用完了 里面是空的 所以说就算平台啊 哪一天不行了 挂掉了跑路了 说实话我也没损失多少钱啊 所以说这也是虚拟卡的好处之一 那但是呢 虚拟卡的话 每次都是有这个手续费的啊 这个手续费呢 恰恰你可以理解为保护保护费啊 就这么简单 那么we are the card 这个其实呢 也是跟我一个粉丝朋友啊 他是向我推荐的啊 其实两个朋友跟我推荐了 所以说我之前来看一下啊 然后呢 他这个呢 其实专门是做这个恰得GPT的啊 专门给恰得GPT用呢 恰得GPT用户呢 其实这个使用场景呢 也是他们遇到最多的 应该是啊 其实啊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we are the card 他其实你通篇看下来啊 都没有怎么在讲这个虚拟卡啊 他只是在讲哎 他这个拿去用这个open ai服务啊 专门在讲open ai服务啊 那今天来看一下嘛 他其实默认的话给你一张一张卡片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mr41的导航网站啊 这个导航网站里面的我导航用网址呢 有一些不好链接的已经会去除的啊 有些反馈好的都会保留下来 那比如说we are the card在这里面啊 你可以看到 那么点进来之后呢 到达这样页面啊 你通过那个链接顶尖站之后 你就自动会有个优惠码啊 这优惠码说实话 他自动会保存下来 那么你这边就点登录注册啊 登录注册的话就很简单吧 点注册嘛啊 手机号码注册就行了啊 然后这个的话必须手机号码啊 然后只能通过这两个啊 这两个是一个香港的 一个是内地的啊 这样算好 那么到达这个页面之后呢 就是里面主页啊 看上去都不像是开虚拟卡的 其实他就专门做这种啊服务的 尤其是open ai的服务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啊 那一个是会员啊 首先的话 如果说你要有张能支付的卡片的话 你要开个会员啊 他这个会员呢就叫代付服务啊 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很混淆啊 那么下面的话独立服务啊 首先的话啊 第一个就是说代付服务的话 就是相当于他你有张卡片嘛 这张卡片啊 第二个独立服务的话 这个的话其实是相当于你付费啊 你直接这边他有个窗口的 这个呢有可能利用一个反向代理的服务啊 然后呢 你可以直接点这个 然后点这个啊 相当于是一个种在线服务啊 你说白了可以说套壳啊 但是呢 他的套壳呢 呃也给你省去了很多问题 有些时候我打开open ai就恰到dbd窗口啊 他有时候经常检验我是否真人 是否真人啊 很麻烦啊 好 今天我们主要还是介绍这个代付服务啊 代付服务跟着我的卡片 两个是一样的点一下啊 都要求你开通会员 都要求你开通会员啊 这个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不知道这个信用卡是有年费的 你说像我手上这种信用卡啊 这种信用卡啊 这信用卡都是国际信用卡啊 嗯 信用卡是有年费的嘛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理解成这个信用卡年费啊 这张卡是出的啊 那么你邀请码 如果说你通过我的邀请进来的话 这边就邀请码 如果说没有邀请码的话啊 丢了你输入小浪啊 这边就有啊 然后这边看上购买须致啊 这个的话 他显示金额是11.99减一块钱啊 现在改改价格了啊 以前的话是可以减两块 现在还减一块啊 当然话价格就这样子的啊 4块99啊 11美元 大概就是现在7点一算的嘛 啊 其实是70多块钱 两年啊 那么还有个用卡虚枝让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呢 其实用卡虚枝呢 就是你拿这张卡片 经常去做一些高风险操作 尤其是退单操作啊 尤其是退款啊 或者说刷卡不成功啊 重要的注意啊 或者说预额不足啊 消费失败啊 你这个会被冻结啊 你这看清楚啊 不要到时候那个产生问题 好 我点一下支付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支付 好 有一个支付宝来了啊 我这边支付宝收了78.84啊 好 支付成功 好 我刚刚支付成功啊 OK 那填写信和名嘛 这简很简单是不是 这个信和名可以随便填啊 比如说我填一个 嗯 就按三张好了 叫张三好了啊 然后邮箱地址 可以国内邮箱 大家自己填一个 好 我填好之后就点下一步 确认无误 张三 这个open ai的封禁虚知 大家随便可以看一下啊 其实主要是说呢 封禁啊 跟他们的信用卡支付是没关系的啊 跟这个你的用户协议 你是不是违反了政策 尤其是有些人啊 就是问一些问题啊 让这个open ai做些坏事情啊 可能会产生 还有一些就是bump的问题啊 你可以看到是使用规则里面 我之前之前也触发过一回 好 这边呢 已经开通这个代付服务了啊 这边是每月限额是 100美元啊 对于如果说你真的是做这种啊 只是open ai这个购买买 ai服务的 100美元够用了吧 当然如果说你可能消费比较大啊 也在帮别人做代付 或者说买账号 这种 那你这个打个人脸识别人验证啊 我这边就完成了 好了 刚才呢 是有个支付宝这个实名认证啊 让我输入这个姓名跟支付宝的账号啊 其实你可以不输入的啊 我这边就跳过了啊 跳过的话 就是只有这个限额是100美元吗 足够用了啊 好 我们点代付服务啊 他这边出来一个用卡徐制啊 刚才又出来一个让我去支付宝实名 我现在不实名啊 然后这边说这么多啊 我总结一下就说 当你遇到你这个卡付的时候 出现错误的时候 你就不要多次尝试啊 如果说失败了 立马问客服不要去尝试了 否则的话 你这个卡会废掉 好 到达这个页面啊 很多朋友还可能不理解啊 就是看这个 他这边有些时候设置不是非常好 这边他是选择的代付服务 代付服务的话 等于说你这个让他去帮你买这个东西啊 然后你这边付钱就行了啊 等于是吧 他产生多少钱 他就算个过桥资金嘛 你这个代付嘛 第二个的话是你的卡片啊 卡片的话这个才是虚拟卡啊 但是卡片呢 他不像别的这种平台可以生成很多很多的虚拟卡 啊那你这个开新卡的话 你这边又要付这个钱 是吧 开咖啡又是要要付钱 那如果说 这那八点的用的人的话 其实你就一张卡够了啊 够用了 张卡片啊 然后这边账单地址是美国的啊 这个卡头这边都有啊 呃 安全码都有啊 就比较简单 那有卡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充值啊 关键刚才在看的那个钱啊 我说了吗 那个78块钱 两年的年费啊 两年的年费相当于点充值啊 充这个钱 那这个钱的话充值就简单 人币充可以充值嘛 不像那个有些从那个链上充值是吧 但充值是要索需费的 这个为什么呢 我一直说虚拟卡是暴力行业 其实很很少会跑路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你充多少用多少吧 很少会跑路 为什么呢 他每次都会收钱啊 说过桥资金啊 你看银行为什么就是经常让你办信用卡 给你那个旅行箱给你什么自行车啊 很多啊 为什么他们信用卡能赚钱啊 信用卡是个非常好赚钱的业务啊 那点那个缴费啊 你怎么就这么充值就行了 其实他现在都很简单了 然后点这个充值多少金 比如说一 一百可能充不了啊 那六六六十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实名认证啊 实名证 他他个支付是有那个限制的额度的嘛 好了 这里的话我就不充值了啊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我觉得这个界面非常好啊 那到这里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啊 呃 大家懂懂这个东西了啊 就是有着虚拟卡了 然后呢 你还可以像我这样邀请别人啊 但是我这边还没邀请别人啊 你可以邀请每一位朋友加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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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